占中行动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已经演变成一个占领香港的行动 因为你看到他们的抗议者霸占的地段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 我们始终是要平息这场运动的 但是香港市民是真的很希望在一个很平和的气氛之下 平息这场运动 不可以令这场大火不断烧毁我们的心灵 现在我提出有三个方案 是应该对结束这场运动有一定的成效 第一我们尊重支持或者反对这个政港的市民发表他们对民主的诉求 对政港方案的意见 占中行动的示威者 第一你们是发表了你们的诉求 但是你们用这个这样的 透过这个方法渠道去发表你们的诉求 你们都知道是非法的 是非法集结的 事件中你们看到 这个行动所造成的伤害不是和平不是理性 也充满暴力 因此你们应该要结束这场占中的集结 反对占中行动的人士 反对占中行动的人士 我建议他们可以找香港各地区多处的地方 和香港政府申请了一个集合之后 大家可以在那里集合去表达你们的诉求 安静地表达你们的诉求 发表你们的心声 民主是建基于民意的 如果我们看到 全港大部分的市民 因为占中行动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剥削了他们的权益 他们真的站出来 表达他们追求一个稳定社会的诉求 反对占中行动 希望纵化结束这场占中行动的运动 大家是看到的 如果有100万 120万 150万人 是支持 结束这场占中运动 而只是有3万 4万或者5万人 是支持 这个占中行动 这个占中行动 以一个这么大的比例 大家就可以看到 对比 那我们是不是要送从民意 100个市民 是反对这场运动 或者只有5个市民 是支持这场运动 在一个这么大的比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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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尊重 绝大部分市民的意见 去结束这场运动 好让社会秩序得到重化呼伏 好让他们可以过一些正常的生活 第二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 就是 希望 家长 家长 学生和打工仔 每一个 架别的层面 都有代表 出来参与 这场讨论会 大家发表你们 对占中行动 的看法 和你们 支持或者反对的立场 让大家透过讨论 让大家透过讨论 去更加认识 占中行动 它最终 是打到给香港的 什么 大家应不应该支持 这个占中行动 定义是 在一个平和的气氛下 透过讨论正確 去找出一个 能够符合 基本上大众市民 的期望 的方案出来 我相信透过这个公开的辩论会 反对占中的人士的声浪是会大 因为脱浪接脱浪 就算现在有些市民 暂时不受影响 因为他们不在受影响的对区工作 求学或者做生意 但是这个空浪 迟早是会波及到他们 因为学联 因为某些政党 为求达到占中的目的 为求达到公民提名 他不惜呼吁作出 一连串不合作行为 坦汙政府的运作 如果政府的运作 日常运作是被坦汙 是一定影响到全港市民的正常生活 与民为敌 所以大家都应该出来发声 制止他这些这么野蛮的行动 如果真是让这场运动继续蔓延下去 肯定不动社会哪个家层都会受到影响 第三个方案 希望 受占中行动影响的人士 有些家长 学生 特别特别 是一些年老 或者有残疾 或者一些 幼儿园的小朋友 倒约伤残的人士 社会上的弱势社群 可以一起出来发声 拍一套短片 大家共同说一句说话 求你们给回路我走 这个是法治罗深 这个也是很基本 很基本 每个社会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如果这个这么基本的权利 你这个社会上面都不可以捍卫大家哪里有条件去要求做中一步的民主诉求 这些是基本基本的人权 大家都得不到 那你还要求一些追寻一些比较远而有抱负的理念 是不是呀 当你很害怕的时候 你一般水都想不到 你还渴望 我们有些什么XO 有些什么美食 是不是 大家要分清楚 民主和民生都是社会上面每一个公民渴望追求的 但是我们应该在 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固合到社会的需要 推行 那个民主制度 这样才令到 所有的市民 过到一些稳定 繁荣的生活 才达到市民的期望 而不是一面倒 而实行你们自己的一个美梦 实行一些完美无瑕的民主理念 是要对这个社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破患和伤害 做事是应该讲乎 效力 成效 不可以太过脱离现实 我同意 某个程度 能是应该幻想去追求一些理想 但是指某一些程度 而不可以 将这些这样的梦想 将它远远压到我们能类基本的诉求 也不应该 所以 上述三个方案 基本上 我相信某一个程度上 是可以帮助大家分析 清楚分析 占中行动 这场运动 是带来给我们香港 有些什么深远 负面的影响 大家认清楚 民主道路的方向 我们应该走什么的步伐 应该以民生为主 还是以民主为主 认定了我们的方向 你找到个事实 你就找到个答案 找到个答案 就应该 大家 共同 去实践我们的抱负 能类最基本 最渴望得到 很基本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 过一些稳定 平安安的生活 你们怎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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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中行动示威者 怎么能够 将香港不同地段的马路 演变成你们的嘉年华湖 演变成你们的雨傘赶场 无论你们的雨傘赶场 无论你们怎么称呼 你们现在霸占路面 这个地方 怎么给什么名称 都好 你们的雨傘赶场 你们的公民赶场 不只是属于你们占中人士 这批人士 个人拢柳 是属于大众 不是属于小众 是不是 如果你们 霸占了这个路面 长期霸占的路面 是得到小众 你自己享受这个专利权 你是不是侵犯了大众的利益 这个是不是辩负了民主的精神 选人利己 所以 路是大家都有份的 纳瑞林有份 给钱起这条路 纳瑞林为什么没有份 没有权 走这条路 使用这条道路 你们怎么教路 你们的下一个 人家 你带来你的儿子会问回你 爸爸妈妈 为什么纳瑞林给钱起这条路 而纳瑞林 不可以 开一部车在那边走的 那些行人你不可以在那边走的 为什么 到时你怎样 给个答案给你的子女 是啊 我们因为要追求一个理想 一个梦想 我们要牺牲 是牺牲大众的权益 去令到自己得益 达到这个我们的梦想 我们是不惜牺牲 是牺牲别人 不是牺牲自己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 罔顾公众利益 你们如果这么坚持 要公民提名 不切普选 你们要作出牺牲 你们绝对有权利 自行决定 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精神 学业工作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罢工罢市 对不对 你们可以自己不上班 不求学 不参加公开考试 这个店铺自己 暂时关闭 结束营业一段时间 直接到柳公文提名为止 你们可以做出一连串的行为 但你不要影响人 你是用你自己的途径 方法去发表一些强烈的诉求 别人是会尊重的 但你不能够 你不上学 我就要 全港的学生都不上学 我不上班 我就要 大家都陪我不上班 我不做生意 那我也要 其余的店铺 不要做生意 这个是不是一个暴行 你不能够 跟别人说 这个是带来 给受影响地区的市民 少少不方便 或者不方便 你不能用这两个说法 那这个不是不方便 这个是严重 打击影响到人家的生活 和生计 而剥削了人家的能权 对不对 就是你们 做学生 读那么多书 这些大事大非 黑白分明 没有灰色地带 的行动 的理念 我想你们心里面 都知道答案 自己这样做 是不对的 但是 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 听我说这番说话 知道自己这些行为 不正 就要停止 不可以得错 做错 将你自己错 无限地扩大 无限地坚持 这个执着 不正 的 中国人很多 中国人的执着 是不正 的 坚持自己 想法 的理念 不对的 如果这个想法 你的理念 是正确的 人家反对 无所谓 我自己 说得出条大道理 出来 但是你说不出条大道理 你那些是挖你 说对部分市民 构成少少不方便 这个不是不方便 如果你的家人 或者你本人 在受影响的地区里面 开一些商铺 而 一个月 不见了80万 的营业额 而 令到他 结束营业 申请破产 那是不是少少不方便 你令到部分学生 停学 令到他 跟不到 学业的重度 影响到他 去求学 或者 立读本地的大学 的机会 那你觉得 是不是 直接 直接摧毁了 一个上众青年 他希望求学 希望 争取一个 好好 理想 的大学环境 就读 然后 出来社会 服务社会 的机会 你摧毁了很多很多 现在 说不太多 那你现在这个占中行动 有没有打给 哪些人 有什么利益 你是影响到 七百万的市民的新计 但 有没有人有利益 是一部分人士 政党 他可以就在这个议题 接受访问 争取曝光录 学生 学生领袖 佔中三子 原本没有人认识 只是他们公司 或者学校 那些人 知道他是哪个 现在 举世文明 可以受我国的 雜誌 访问 那这些是否得益 是否好处 自私来说 这真是一个名望 但是一个负面的名望 如果你是靠着做这场占中运动 而令到你自己声名大噪 有这些名望 明星 第三个人 也是 熊 一亮 有声 三 engineers 一亮 一亮 二亮 一亮 二亮 一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